本屆東京奧運會的聖火首次採用氫氣為燃料 設計上以太陽為主題 在開幕式被點燃後 轉移到東京灣區域 可以近距離的接觸 感受奧運氛圍 這裡就是長滾雲級的東京灣中心區域 孟治大橋 昨天開幕一時後 聖火就被轉移到了這裡 在奧運期間 全城都將在這裡點燃 設置在孟治大橋的聖火台 整體高3.7米 直徑約5米 大小是開幕式聖火台的三分之一 外觀完全相同 由日本設計師佐藤大先生設計 象徵太陽普照萬物 花兒綻放 人們得到生命力與希望 遠遠望去 聖火台仿護花兒綻放在天際 安靜祥和 熊熊的火焰如紅色寶石 給人以活力 希望和力量 東京奧運聖火台首次以氫氣為燃料 燃燒過程中不產生導致溫室相應的二氧化碳 環保節能 開創了奧運史上鮮河 氫氣燃燒時無色透明 於鈦酸納發生顏色反應 形成自然火焰顏色 東奧聖火台所使用的高壓氫為輔導生產 秉承可持續發展理念 奧運契機推動化石燃料向脫炭能源轉換 因為疫情關係 不開放近距離觀看 但仍吸引了很多遊人撿來拍照合影 留下關於奧運的美好回憶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 引部拼了 增添電影